把這個題目寫上去 我們今天會把這些例式的主題 全部擺在一起 一次把它寫上去 來把它寫上去 這個題目呢 我們給它一個算就可以 來 好吧 安靜喔 來 讓我告訴你 做取勝的高志放 在高中助學裡面 通常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等到你練到大學 他會教你一套更厲害的方法 那一套方法是萬用的 又快又簡單 可是他到大學常能學 他會教你把那個舉證 做一個特殊的分解 做特殊的分解之後 你要幾次方就可以穿幾次方 可是在無高中的建築裡面 比如說人家A舉證 你要存它的100次方 而且我告訴你 舉證的n次方通常具有什麼性 通常具有所謂的規律性 要寫一下嗎 你寫一下 而且我告訴你 在高中他要考你的話 舉證的n次方或者高志方 通常他在數據的設計上 一定會讓你這個舉證 多做幾次乘法之後 一定可以讓你看出規律性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key寫在旁邊 舉證的n次方通常會有規律性 如果他在高中的範圍要考你的主題的話 那你說老師這個題目怎麼做呢 這個題目原則上 我們就可以直接得標 就做我嘛 對不對 他給你的A舉證 那我們就是先做什麼 A舉證的平方 來 A舉證的平方 A舉證的平方 就是A舉證乘A舉證 想辦法去找到的規律性 來 跟著寫齁 通常做個兩到三次喔 他的規律性就會被你看出來 來 我們可以一起來做嗎 來 Hello Hello 這集中精神齁 來 舉證的乘法 大學第一列成第一行 來 告訴我這個是誰 講話來 第一列 這個列向量跟這個行為 看量做什麼機 內機 1-1 所以這是多少 0 可以嗎 然後第一列第二行 我看一下喔 這個是不是1 第二列第一行 這個字才負1 第二列第二行 這個是誰 負1 可以嗎 老師這樣子 先做一次 愛說老師他做了A的平方之後 變成這負責的性 然後呢 然後我現在沒有看出什麼東西嘛 然後繼續 繼續怎麼樣 我們繼續做喔 好 A的平方是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就做A的三次方 那A的三次方 雖然你知道 他就是把A字乘三次嘛 那其實你可以透過前面手做出來的結果 這個A三方其實它就是A平方再乘你 再乘你A嘛 那A平方我們剛才已經做出來了 來 叫做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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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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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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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指數率嗎 好 同學那現在我問你 這個是I2對不對 所以它會變成I2的 我就寫I就好 A的三次方能I 所以就會變成I的幾次方 三十三次方 再乘回一舉真 就是這樣子 對吧 這個單位舉真不管它乘幾次 這幾乘幾次永遠都是單位舉真 所以I的三十三次方還是誰 還是I嘛 所以變成I乘上A I乘上A寶學就是誰 就是A舉真 所以寶學這一題的答案是誰 就是A舉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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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所以做舉真的高次方 我跟你講超中數學 你能用的工具不很少 這是其中一個 就是做兩次做三次做四次方 然後它數據的設計一定會讓你看數在哪裡 好 設計的贊成問題 請問這樣OK嗎 好 你求一百次方法 好 可以 好 但是理主當然沒那麼簡單 理主的考試 我們要談接下來這個重要的問題 來這我們最後一個點 好 來 對 快交往 對 快交往 我們人家會 要 來 我接下來要談一個東西喔 這個要挖一點時間 我們剛剛談舉證 我們舉什麼東西呢 舉什麼東西呢 舉所謂的二項制定 好 好 可以把二項制定了這幾個字喔 好 然後畫起來 這個考試會考 好 首先最後一個主題喔 我們來談舉 這個二項制定的一個關係 這考試會考 這個是太常考的東西 首先我問同學 我們叫二項制定理 你還記得嗎 二項制定理 二項制定理它一個則常是這樣 比如說來看這邊 我們在高1下學期排列組合的 那個最後一個單頁 在學機率之前 我們有學到二項制定 s加y的n次方 n次一個正的字對不對 好 來 老師 那你知道這個展開之後是什麼 從cn cn取多少 cn取0 cn取0 然後這裡是x的幾次方 n次方 再加上cn取多檔 1x的n-1次方 乘上y的幾次方 1次方 再加上cn取多檔 2x的n-2次方 y的0次方 一直加 中間我們就點點點來審定 加到最後一項是幾次方 cn取的n 乘上y的幾次方 1x的幾次方 1x的幾次方 然後我問一個同學 今天是4號 左領 來 這個2x的幾次方 為什麼他展開之後 是這個結果 你可以說一下 他的想法是什麼形成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把他展開嘛 就有n個 比如說有三個 就有三個這樣括號 然後每個括號都取 都取了x就會變成第一個 其實他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這個n次方 代表n個括號的相成 每一個括號裡面 都選一個元素出來 對不對 所以相成之後 會有很多項 那同類項我們會進行隔壁 那同學你看 這個x的n次方 前面這個cH 是什麼意思呢 從這個n個括號裡面 選0的括號 提供y這個元素 你說老師 選0的括號 就代表 都沒有人提供y 那這代表每個括號都提供x 對不對 乘出來就會出現這個x的n次方 這一項 對不對 那如果在這個括號裡面 我們選一個括號提供y 那剩下的n-1個括號 就提供x 所以這邊就會出現 xn-1次方 這份y的一次方 對 聽懂的意思嗎 那加點點點 如果今天所有的括號 都提供y的話 cHn 對不對 那自然就會出現最後 像這個y的n次方 這個二項式定理 再告一一下 我們叫我 還記得嗎 他就是把它展開 因為他事實上 他展開的影像 就是每個括號 取締的元素突然相乘 來 了解這個意思嗎 好 那你說老師 這個二項式定理 跟我們現在選的女生 有什麼關聯性呢 來 我們這邊這樣寫 假設 來 A跟B 接圍 N接方針 A跟B 多少N接方針 好 RAW 滿足什麼的標件 二項式 A加B加分10分 這個矩正的二項目地理只是說把SY換成兩個方正 A加B的二次方這個展開就是CN矩合環 A矩正的N次方 再加CN取1 A矩正的N-1次方 再乘上B矩正1次方 再加CN取2 A矩正的N-2次方 再乘上B矩正1次方 一直加到最後一下 變成CN取2 如果每個括號都不同B矩正 很快就可以出現最後一下 不同B矩正的N-4次方 那這邊要提前同學一件事起來 矩正的二項式定理如果要成立的話 你知道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情緒交換 你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我之前講過 來同學你看這邊 同學A矩正加B矩正的平方 你剛剛還記得嗎 我之前有講過 它會不會講一個A平方 加2betaA1再加B平方 來你看這邊 同學這件事情是不是一定會成立 因為你知道當成開之後 其實會有一個A層B 再加上B層A 我們曉得矩正的乘法沒有交換率 那如果在滿足交換率的情況底下 這兩項才可以合併變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所以矩正的二項式定理 你如果要成立的話 你覺得它會先進來 它的成法A矩正的乘法 交換率 A矩正成B矩正 必須要B矩正 直上A矩正 這樣才可以 那是我的意思嗎 可以嗎 這叫矩正的二項式定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看幾個螢幕 題目有3 沒關係我們看看 來我們先從第一題開始一下 先從最簡單開始 來第一題 第一題我們給它一個讚 從最基本開始一下 如果我給你一個二階方正 來 這是一個單位急症 來 這是誰 來 100 01 OK 然後A急症 好 這是特別的題目 來 22 22 這樣 你這樣 急症 然後色 來 A 加上 I 的螢幕 如果會等於 A 倍的 A 矩正 加上 B 倍的單位矩正 好 然後它這個題目問得很簡單 它會問你這個系數 還是這個 A 跟 B 我們要看 這個系數 我們要看 這個系數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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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題目怎麼做 這題目是這樣子 來說到一看那邊 A矩陣加上單位矩陣的平方 首先喔同學我先問你一件事情 A矩陣跟單位矩陣 這兩個矩陣相乘會不會比較容易 A乘I會不會是I乘I 不會喔 回去看一下筆記 同學單位矩陣跟A矩陣相乘 Ai會不會是Ia 會啊 當是滿足交換率就滿清楚 那滿足交換率的情況底下 A加I的平方就會長得多大 A平方再加兩倍的Ai 再加上什麼 I的平方 這個時候就長得會相似地理就成立囉 好 一般來講通常兩個矩陣相較的平方 沒有辦法寫成這樣 但是今天是因為A乘I 會長得有I乘A嘛 它滿足交換率 OK 還可以這樣寫 那寫到這邊之後 其實這一題也快結束了 首先考學你是不是 應該要去算一下A平方 到底是誰 對不對 那A平方是誰 我們在旁邊偷偷算一下好不好 A矩陣是22222 所以A平方我看一下 寫在這邊好了 來寫個小小的平方 來A矩陣的平方 來A矩陣的平方 我要下幾個了嗎 22222 來乘上 222 好 我們直接做矩陣的稱號 第一列跟第一行就是多少 8對不對 第一列第二行就是4加4都8 所以這個也是8 這個也是8 好來 關鍵來喔 來看這邊 這個8 8其實你知道嗎 它是幾倍的黑矩陣 它是4倍的黑矩陣 好 看得出來嗎 這個P喔 哇 哇小的洋化 A矩陣不是22222嘛 對不對 所以你做了A平方之後 你會發現它會等於4倍的A矩陣 所以我們覺得A平方它會等多塊 4倍的A矩陣 再加上 OK A乘I會等多塊 就是A嘛 所以是不是加上兩倍的A矩陣 再加上I的平方 單位矩陣乘單位矩陣 就等於它自己還是一個單位矩陣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把它合併之後 4A加2A 所以講你幾A 6倍的A 再加上它 哇哦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點 我跟你說說 A叫B矩陣的 好 一看出來 我可以把複策給錢 好 今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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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一組會考的應該是這個例題2 這個例題2 好 我們給他兩個讚 好 這題是 比一組比較常考的字幕 好 來 我寫一下 好 來 這個例題2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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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五次方 來 如果等個A倍的單位底震 再加上1倍的A底震 求什麼東西呢? 求這個A跟E OK 放置波上 這個以前有時候有人考在計算體裡面 可以嗎? 好 考平方 那個是考文組 文組 規作平方就好 理取至少都三次方 好 五次方喔 可能說五次方 那我會說嗎? 趕快點 放在寫形上 欸 五次方耶 其實五次方同學這個也沒什麼了不起喔 而且還是第一次 把它展開吧 好不好 好 二向式地理我把它展開 它展開之後第一向是誰? C5 取多大 0 I 的幾次方 5次方 好 就寫下一個二向式地理展開 加C5 取1 I 的4次方 好 我就慢慢寫好 我再慢慢寫好 乘上2分之1的 A 提正的一次方 你要知道我在寫什麼東西嗎? 知道嗎? 我這樣會像是地理把它展開 再加上C5 取多大 2 I 的三次方 乘上2分之1 A 提正的平方 我寫到下一盤好了 再加上C5 取次 I 的一次方 然後乘上 對 I 的一次方 是I 的一方 乘上2分之1的 A 提正的平 你看我落掉了對不對 落掉了三盤 不好意思 C5 取三 I 提方 然後2分之1 A 的三方 再加上C5 取次 I 提前的一次方 乘上2分之1 A 的 花號 十次方 好討厭喔 沒有關係 展開來 C5 取次 乘上2分之1 A 提正的五次方 好 像那種屏幕 其實事實上你就展開了 就位上是地理把它展開 那展開之後 我們當然就開始怎麼樣 去做一個畫景的動作 可以嗎 那做一個畫景的動作 來 我看一下 這邊的方 同學我們可以一起來看一下 來 同學我問你喔 C5 取次是多少 1嘛 I 的五次方是誰 I嘛 所以我們的第一項是走來 一項一項來寫 我們的第一項是誰 第一項就是單位取次 就是I 這樣可以接送嗎 可以接送嗎 那我們的第二項 來 同學我問你喔 第二項我們一起來看 C5 取1是多少 1嘛 後面比如說有表2分之1嘛 所以這邊會有表2分之5有沒有 I 的四次方 再乘上A 就是誰 就是A嘛 所以這個整開之後 會變成2分之5 等到什麼 矩正 A 矩正 等一下 你知道我們在做明記事嗎 好 就這樣合理嘛 然後來一三項 一三項 我們看一下 哪有個一三項就是 C5 取2是多少 10就是10丟 10丟 然後這裡1 2分之1 不要忘記喔 外面有一個平方 所以這裡會變成1 4分之1 好 那我們先標例因為分好了 來這邊是4分之10 然後這裡有個A平方 再換成I 的三次方就是A0 這樣 可不可以 就沒什麼 就這樣乘開而已 然後再下一項 來 再下一項 C5 取3也是10嗎 它2分之1的三次方是8 所以下一項是8分之10 會有很緊張 然後這裡變成A的幾次方 A的三次方 因為那個單位矩正 其實它幾次方都無所謂 因為單位矩正你 多馬乘幾次永遠都是單位矩正 好 那個部分就不要去管它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倒數第二項 C5 取4就是5 2分之1的四次方是多馬 16分之1 所以16分之1 所以它就變成加上16分之 每倍的A的幾次方 四次方 哇 最後一下 C5 取5就是1 所以這邊加上1分之1的5次方 312分之1 A的5次方 來幫我看一下 幫我寫錯 看一下會寫錯 有嗎 有嗎 有寫錯要講 可以嗎 那旁邊寫錯 接下來 接下來你記得 你要在旁邊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A就在找 你要去找A的方便利用 所以A來旁邊寫一下 A就算你 再去算 OK 這個閃開之後 來在旁邊寫算 來告訴我這個閃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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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它是幾類 沒有 Beta H 可以嗎 沒有 我們要找錢洛翔的規律 來 那我再寫一個 來推特我問你 A的三方 它是不是可以看成是A的平方 在層上A 可以嗎 那推特我問你 A的平方 這個A的平方 我們剛才不是已經算出來嗎 我覺得A的平方是誰 是不是叫2A 所以你把這個A的平方換成2A 然後後面再乘上A矩正 對吧 所以它會變成兩倍的 A矩正的平方是誰 是不是2A 所以是不是要換成2A 所以同學你會發現 A的三四方它其實是多方 4A 4A 而且你小朋友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小錢洛翔的規律 那事實上這個規律器 應該已經慢慢的怎麼樣 慢慢的看出來了 來我再重寫一個好不好 好我們一開始喔 慢一點 A的四方 它可以稱成是A的三方 再乘上A 那A的三四方是怎麼 4A嘛 你就把它換掉 4A再乘上A 那A的平方我們小哥 它要等於2A 所以這個伸出來變成幾A 8A 就這樣 好 這個 同學有看出它的係數的規律嗎 可以嗎 我再寫一個來 同學他問你喔 你知道A的五四方會等於幾A嗎 幾A 沒有A 慢慢的去找它的規律器 好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把這個結構 一個一個把它帶進去 來第一個是I 加上來二分之五 這我用黃色的文明來解釋 A主升 再加上來四分之多少十五 來A主升的平方是誰 叫做2A 所以這邊要乘2A 好 然後再來這邊是八分之十 好 A的三方來 A的三方是幾A 4A 再來 再加上十六分之五 A的四四方 A的四四方是幾A 八A 就這樣而已 這就已經是沒有什麼意思了 就這樣做 來 再來最後一項 加上三十二分之一 來 A的五四通是幾A 十六A 我們高中數學在矩陣這一塊 這個矩陣的整法 這邊其實沒有什麼 好 就是慢慢去看它的規律器 那我們是不是來整理一下 接下來這邊變成單位矩陣I 可以嗎 單位矩陣I 然後我們是不是把它的一些係數 先把它提出來 來 這邊是多少 二分之五 哇哦 然後這裡 這個約掉是多少 變幾A 加幾A 加五倍的A 再加五 然後這裡是多少 咦 是加五 然後這裡是多少 再加二分之五 然後這裡加過它 二分之一哦 好 再A矩陣 好 我們把A矩陣把它往外提 那個係數肌的部分 那個係數肌的部分 把它拉到這邊來 來整理一下 這就變成單位矩陣I 再加上來 這個算力下這個是十 十五 十五加二分之一 所以這二分之多大 三十五 可以嗎 好 所以我覺得這一題哦 你的A跟B 快就傳過來 可以了 來請問你的A是誰 你的B 你的B是多大 二分之三十五 離體的考試 比較會考像這種 它不會考你平方 好 除非它刻意要訪明分數 那是 我 你 你